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 幾十五位小朋友 拿到自己的作品 開心電視給觀眾朋友來分享 這些小朋友不但是外面又可愛 和台風電影出自己的藝術作品 不管是拓印還是泥土雕塑 地庫雕刻定作品 都是三天當中 航到美學體驗名當中 所合適的藝術創墊 好玩 為什麼好玩 誰第一個要先講 因為可以做黏土跟畫質 學黏土跟畫畫跟做肥皂 做的東西都覺得很好玩 他們也學得很高興 因為給小朋友多認識一些 在地園字母一些的圖騰 還有一些的廢話 給他們多了解他們的一些 可能是他們的名字 原味這樣 越南道館政府官民教授主辦的 關懷原鄉部落青少年 和家美學體驗名的三天活動 就在提供參加的小朋友 可以等過一個唱戲 還有意義的效果給大家 也希望透過一連串的工藝相關庫定 影響並企劃關注民小朋友 對著自己的問題 創意的興趣 回到就連家長也拍攝 自己的小孩 親身參加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 很增進 親子的感情 跟時間跟遊戲 很適合 小朋友曾經看到基督老師 喜歡怎麼用條件來確定 現實到這三天的庫定 讓小朋友收起很多 也讓所有參加的小朋友 無論是否關注民 大家都表示 澳邊一定會再來參加 原住民 在學期願意 再加 記者金鳳山 蔡鳳柏島